新年期间大吃大喝 所以就会通常会出现一些实际 就是消化不良 所以我会特别介绍这样的一个稻菜 我们用的就是三渣中药里面 来作为消化的作用 三渣本身你在药材店买是比较硬的 所以回到来我们要煮之前 稍微怕热食给它软化 那软化同时也可以出味的时候 让我们这样闷的时候 三渣能够发挥到真正的功效 腌萝卜本身就是有一身菌 它是帮助协调我们人体的一些 除了吸收之外就是代谢 一般我们水的分量就是盖过这个排骨 然后就是中火熬到那个收制为止 点赞 订品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